亚洲撞球总会近期宣布 撞球将成为2030杜哈亚运的正式项目 上一次撞球出现在亚运 已经是2010年的事情 那年在广州 中华撞球代表队 拿下一斤两银五铜的亮眼成绩 而当时拿下铜牌的柯炳毅想再拼 谁知道这下一次一等居然就是20年 2030年 那个时候我也41岁了 对 那个时候也41岁了 所以希望说那个时候我还选得上 我2010那一年打亚运的时候 我也才20出头岁而已 然后那个时候在打亚运 其实自己心态上没有放得很轻松 第一次打比赛压力这么大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 我有了第一次的经验 下一次应该会更好 结果没想到下一次是20年后 心态上一定是会更成熟的啦 但是球技毕竟球技上你要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要维持20年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 所以必须要下一点功夫 距离2030还有9年 时间确实是目前这些一线选手的考验 25岁的世界球王柯炳中 也希望能保持好体能 有机会代表台湾出赛 挑战曾经擦身而过的第一次亚运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有去选 我也有选拔 然后我还有选到第二阶段 只是到最第二阶段之后就被淘汰了 所以没办法代表国家出去 就觉得好像有机会可以再试试看了 因为到那个时候我大概34岁嘛 那时候应该还在那个选手生涯里面 希望还是可以代表国家出去 因为从我刚学打球到现在 这种亚运这种比赛我也都没有参加过 所以也很希望可以参加看看 台湾在过去四届亚运 总计南瓜八金五银八童 总计21面奖牌 从当年的赵丰邦 杨清顺 柳姓美 郭博成 再到客家兄弟 2030年也许会有新秀串出头 但更要期待的是撞球重返亚运 能为选手创造舞台 重新擦亮台湾撞球王国的招牌 外团新闻采访报道